环球网报道记者崔天也美国五角大楼11日发布一份空间威胁报告, 宣称中国与俄罗斯都拥有威胁美国空间地位的能力, 包括使用激光武器,摧毁美国卫星等。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11日报道称, 这份周易发布的报告,题为,太空安全面临的挑战, 对俄罗斯、中国、伊朗和朝鲜进行了分析。 CNN报道截图,报告宣称,特别是中国与俄罗斯, 他们正在开发各种手段,利用美国对天机系统的依赖, 挑太空一的地位。 这份报告详细介绍了中俄的反卫星武器, 包括电子战系统、定向能源武器, 以及动力反卫星导弹等。 报告称,北京和莫斯科,都有可能寻求使用激光武器, 以摧毁、弱化、或损伤美国的卫星,及其传感器。 定向能源武器资料图,来自CNN。 中国很可能在2020年前,部署一种陆基机光武器, 可以对抗低轨卫星的传感器。 并且在2020年代中后期前, 有可能部署能力更强的武器系统, 足以威胁非光学卫星。 报告称, 报告还进而警告说, 中国拥有使用导弹,摧毁低轨卫星的能力。 而俄罗斯则正在进行研发。 CNN表示, 基于上个月公布的导弹防御评估报告, 特朗普政府正在积极考虑, 在太空中部署先进的探刻器。 特朗普2018年6月, 就太空部队发表演讲。 事实上, 美国如此渲染, 中俄威胁早飞新鲜事。 1月2日, 新上任的美国代理国防部长沙纳汉, 在上任第一天, 就提醒记住来自中国的威胁。 3日,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回应称, 此前中方从美军得到的信息, 是美方希望发展建设性的两军关系。 他同时警告称, 如美国寻求对手关系, 则中美两国最终会真的成为对手。 陆康表示, 中美作为两个大国, 如果寻求的是伙伴关系, 则会得到伙伴。 如果寻求的是对手关系, 则会得到对手。 另外, 早在2013年5月, 中国外交部就曾就反卫星武器问题发生, 表示中国一贯主张和平利用外空, 反对外空武器化和外空军被竞赛。 数名联合国外交官, 24日披露, 联合国上个月, 向野门派遣的观察团团长, 荷兰退役将军帕特里克卡马特, 下月将离职, 接替他的是一名丹麦军人。 这些不愿公开姓名的驻联合国外交官, 告诉路透社记者, 联合国打算下月, 委任丹麦将军尼凯尔安高·洛莱斯高, 为野门观察团新团长。 洛莱斯高2015年至2016年, 担任联合国驻马里为核部队负责人, 暂不清楚卡马特离职原因。 塔马特上月底率领观察团先遣队, 抵达鸿海港口城市河台达, 监督野门冲突双方同月早些时候, 在瑞典达成停火协议的执行情况。 本月17日, 塔马特车队在河台达遭遇枪击, 一辆带有联合国标志的装甲车重弹。 事发时, 塔马特刚与野门政府代表开完会, 正在返程途中, 这起事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 联合国方面说, 开枪者身份不明。 野门政府与胡塞武装代表, 2018年12月上旬, 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达成协议, 涉及停火, 交换俘虏, 和台达管辖等议题。 根据协议, 双方同月18日开始在河台达停火, 停火协议总体得到落实。 但在河台达以外地区冲突有所升级。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报道,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, 23日轰炸胡塞武装, 在野门首都萨纳附近一座军营。 本月早些时候, 胡塞武装用无人机袭击政府军。 胡塞武装2014年夺取萨纳, 迫使总统阿卜杜拉布曼苏尔哈迪, 前往沙特避难。 2015年3月, 沙特、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, 针对胡塞武装发起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。 王鸿冰, 新华税微特稿, 环球网军事2月21日报道, 俄罗斯卫星通信社, 2月20日报道。 俄罗斯空天军航天部队副司令伊戈尔莫罗佐夫少将发布消息称, 位于塔吉克斯坦的光电系统窗户, 使俄罗斯可以探测距离超过5万公里的太空目标。 据他介绍, 位于塔吉克斯坦的光电阵合体窗户, 在太空监测方面, 发挥着重要作用。 它用于在观测区域内, 探测太空目标, 确定目标的运动数据, 获取目标的光度特征, 并将这些信息, 发送给太空监测中心。 莫罗佐夫此前表示, 俄罗斯的太空监测系统, 仅能监测着4万公里以内的空域。 莫罗佐夫在接受俄罗斯军报红星报采访时称, 应该指出的是, 2014年进行现代化改造后, 该系统的探测能力显著提高。 目前, 在观测区域内, 它可以探测目标的距离, 已超过5万公里。 原标题, 辽宁省锦州市林河区运用律师释法说理的办法, 增强法规威力。 一次释法消除表战事离对念头, 地方政府没派人前往处理, 人武部位出面解决, 家长也没到部队劝解协调。 被委托的律师只用电话对处罚法规做了释法说理, 并依托网络下达兵役行政处罚立案审批表, 便消除两名战士离对念头。 这是辽宁省锦州市林河区运用律师释法说理的办法, 增强法规威力所取得的成效。 委托律师介入对处罚法规释法说理, 既对巨服兵役者进行了普法教育, 又增强法规威慑力。 林河区领导介绍, 尽管此前他们出台了应征公民拒绝和逃避服兵役成处办法, 但由于法规宣传、 释法能力等工作, 没有同步跟进, 导致有人仍抱侥幸心理闯红线。 为更好解决这一问题, 林河区组织精干人员, 会同三个律师团队的17名律师6一起搞, 编写林河区应征公民拒绝和逃避服兵役成处办法的释法说理, 提高法规效率的关键是让律师介入。 林河区人五部领导说, 委托律师介入, 推出调查核实, 事实教育, 拟定意见, 全力告知, 申辩听证, 处罚决定, 文书送达等十个释法说理程序, 对巨服兵役者, 起到了很好的威慑作用。 道路均某不服役的新兵小张, 为达到返校复读目的, 以不适应严格训练为由。 多次提出退役申请, 委托律师介入后, 通过当局立案, 调查核实, 全力告知等三个环节。 从法理的角度, 用清晰的逻辑, 准确的表达, 向小张阐明了事例, 并告知他如果仍拒服兵役, 将处以两年内被取消报考高中等院校和复学, 复读资格, 两年内不得报考公务员, 经商和应聘其事业单位, 据服兵役信息, 还将提供几征信机构, 列入个人信息报告中, 该不良信息自事件终止之日起, 保存五年罚单等, 小张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, 无独有偶, 在武警某不服役的新兵小李, 为达到回家做生意的目的, 以身体出现状况为由, 多次提出中途退役申请, 委托律师介入后, 对有争议的事实进行认定, 并说出认定事实的根据和理由。 同时, 告知小李如果执意以这个理由中途退役, 除被监济处罚外, 两年内办公司, 银行不提供贷款, 相关部门不为其办理营业执照, 并向他下达, 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告知书, 小李懊悔不已, 从此向换了个人, 不再闹着离队, 而是一心扑在训练上。 事后, 小李感慨地说, 律师一介入。